苹果的原因 苹果派 刚刚阿炒已经讲过了 有审慎一派 有乐观一派 但是郭大哥请上来 我要问的是大盘日K 它属于哪一派 时间缩很短 因为我今天不明白 不明白的是 刚有说 看起来不理想 因为高点没过地点有破 可是又有期待的是 两天又留下影线 大家去把它埋起来 所以未来到底是上还是下 这个盘美来讲 把它削掉之后 我跟观众朋友报告 其实瑞海非常内行 打下去给它买上来 连流两根下影线 那么代表下档 是有人在承接的 对 第二个 这根长黑K棒的低点 连续两天都没有跌破它 真的没有破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你去看看在哪里 这个低点在9388 对 然后这个是96 这个是89 今天的低点 689 差一点 都没有破 9389 对 所以从这边来观察 它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说不好 它只是说弱中有点透稳 第二个 这一根高点 也没有破 也没有破 大家可以看 所以从这边来观察的话 它还是一个 以盘代叠的整理格局 你把它削掉之后 很简单 这边有一根线 一季的平均成本线 一季的平均成本线 9354 那么上面大概在9500点 这是一个区间 OK 这个区间呈现整理状态 而这是一个月的平均成本线 大约在下个礼拜 我们在这边上节目那一天 就会出现黄金交叉 既然是整个大盘 短线上是震荡整理的话 那么它过完中秋之后 月季线黄金交叉了 这个行情慢慢会渐入加进的 过完中秋 那就是下礼拜一吗 过下礼拜以后 过完再说 慢慢来 好 感谢郭大哥 我先请郭大哥 把这个行情稍微画了一下 但是他说不要急 结束爱看班 下个礼拜中秋这么一过 看完月亮吃完月饼 也许一切就海阔天空 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郑华发现到一个 不对劲的地方 大陆股市 台北股市 走法很不一样 快要分胜负了 讯告在哪 说到讯告 小心啊 国际变数 这一次的大变数 竟然是在农产品 大人的数学 和小时候学的并不同 我想娶它 我想和它生个小孩 我想照顾爸妈 我喜欢摄影 喜欢旅行 我支持它的热情 它的理想 小时候学的处法是这样 想计算开销 就该把薪资 处以蹊跷 父母 热情 理想 这样算起来是很少 但如果把厨艺 换成除了 除了蹊跷 父母 热情 理想 还有什么 值得我付出更多 成熟大人的银行 国泰世华银行 最大会展饭店 松山国际机场 资金最看好的标的 锦铃宜华饭店 顶级商版 大值CBD 台北时代广场 拥有目光 拥有挚爱 拥有风范 拥有自由 拥有后 你会懂 The New E-Class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城市玩家 Skoda CD GO 这次让你玩过头 不止安全 省油第一 更是新鲜人 惊喜100专爱 城市玩家 CD GO 放胆价46万9起 再想日付99 轻松带 但是只有100台 再等 车为人多看不到 Skoda Simply Clever 我心 人的心哪里 旧 都会 头天哪里 旧 都会 青胖 我女哪里 我女哪高伯 感动 一世人 金门 高粱酒 时尚皮纹 试板 LED精湛定位灯 12寸前纹 安全更有心 赏奇迷吗 New Me Style 全新登场 三阳 SYM 魔幻绿 新色登场 买再送 姐姐安全帽 极好礼二选一 您现在收看的是 前线百分百 不断坚持 只为0.03秒的突破 同样的追求 以全球最高征流器 提炼纯净点滴 格兰姐 源自不必要的坚持 为装修 点亮家的新风格 小改变 新感动 新风格 新登场 特利物 满额送200 把家亮起来 LED两路 只要四五八 城市玩家 Skoda City Go 这次让你玩过头 不止安全 省油第一 更是新鲜人 惊喜一百专爱 城市玩家 City Go 放胆价 46万九起 在享日付99 轻松带 但是只有100台 再等 车尾灯都看不到 Skoda Simply Clever 不要说我不明白 台股下一步 到底是上还是下 所以刚刚呢 先找了郭大哥 问仔细 问的第一个人 连市场都在追 金管会曾主委 就曾主委 今天说了这段话 郭大哥 话是这么说的 有没有那个 悬外之音 后市展望 仍然是稳健乐观 请记得 他在前一波大涨的时候 是相当乐观 所以他既然 讲的是稳健乐观 行动就是 盘盘走高 这种状况 可能性比较大 另外一个 大家不要忘了 光看曾主委之外 还要听听我们财政部 张部长说的 台股没有不好的理由 跟稳健乐观 其实这四个字很像 台长 他在lot